西雅圖 西雅圖 哈嘍大家 今天是西雅圖的禮拜四 然後想說今天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來拍一支Vlog 然後呢 要跟你們講一個很開心的消息就是 我們買車啦 就這一台 然後今天難得出門 所以還化了一個妝 我們現在要去 公園先消耗Bushi的體力 然後再帶他去洗澡 無限滅 發現這麼早 然後公園還蠻多人的 發現西雅圖人真的超愛聊天 就是明明就還在疫情期間 所以大家距離還是依然保持遠遠的 可是他們就是硬要保持遠遠的 然後還是繼續聊天 而且重點是他們兩個都是不認識的人 所以我就說西雅圖人真的超級愛聊天 音樂 下雪了嗎 我們吹完頭髮了 好了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吹完頭髮了 然後他也吃掉大概半包吃 然後我的眼睛然後頭髮 然後眼睛超快不能張開 好了好了我們洗好了不要 我的眼睛都是猛 我們現在要回家了 先把回家先把衣服用乾淨 你看都是毛 我現在眼睛也都是貓 超不舒服的 這隻狗也終於洗乾淨了 看起來有沒有更白 應該有吧 他每次洗完澡就會不太想理我們 因為他很不喜歡洗澡 然後洗完澡他就會開始有點生氣 我要來洗地板 每次洗完澡他就會還是會有很多的毛 然後我都要把它輸出來 那不然會打結 然後呢我也要吸我自己 今天都是毛 未來的兩三天他還陸續在掉毛 因為裡面還是有一些打結 沒有輸出來 未來有想要養薩摩葉的人 最好做好心理準備 未來 我們昨天晚上在Amazon Fresh訂的東西來了 把那個wipe拿出來告訴大家 這個wipe多難買 這個wipe 還幫自己配音 這個wipe現在在美國 超級難買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全部都out of stock 完全沒有 真的找不到 所以現在這個好好珍寫用 我們好不容易在網路上找到 就是因為為了買這一罐 然後為了省運費 所以我們才買了這些東西 剛好我們家裡也快沒食物了啦 很方便 Amazon Fresh 然後我昨天在Amazon Fresh看到的這個 Oreo的優格 我覺得好好吃的感覺 很期待打開來吃吃看 我們又出門啦 然後因為我昨天不知道在哪裡 開始看到肉粽 然後才發現說 喔端午節快到 然後查了一下才發現說 喔是6月25號 結果我就開始很想 就開始很想吃肉粽 然後我就在找西雅圖哪裡有好吃的肉粽 所以我們現在要出門去買肉粽 我們總共會跑兩個地方 然後等一下要去Target 要去Target買一種 忘記了 喔然後再去買一個小的那種 手持式的吸塵器 所以就可以放在車上 然後可以吸狗毛 給你們看一下西雅圖的天氣超好 這一週開始都會好天氣 上週天氣都超差 然後還有下大暴雨 啊我找到了我找到肉粽了 好多喔 很多不同口味 你們看我買了這麼多 超期待回去吃的 然後還看到一個蛋塔 然後我就想說沒有吃過 慢慢看 來到第二站找肉粽 走吧 買肉粽之後買到變這麼多 給你們看看在美國吃粽子 是一件多奢侈的事情 就是一包兩顆 然後買了一二三四五六 六包 然後你看最便宜的要六塊 所以六就一百八 可是呢 就是很想念吃粽子 然後什麼口味都想吃 好開心喔 來買麥當勞 就經過就很想吃 它的Burger看起來好可憐 超薄的 跟我的對比 我給你們看看 你看我的看起來比較豐富 比較厚 跟你這個 像被腳踩扁了 不為了 不為了 的 記